不論是新手剛開始學會用Premier Pro剪輯 你可能是使用我接下來展示的方法 去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 你會選擇這個剪輯工具 在這裡創建一個剪輯點 然後在這裡再創建一個剪輯點 再使用選擇工具 選擇這個部分 按住鍵盤上面Delete 再選擇這個區域 右肌 選擇部分刪除 這樣才完成了一個剪輯步驟 然後不斷地重複剛才的步驟 去剪輯完整部影片 其實這樣用Premier Pro剪輯影片 效率是非常低的 這次的影片我會告訴你一個 最快速剪輯影片的方法 讓你在使用Premier Pro剪輯影片的時候 效率能夠提高三倍 hello大家好 歡迎歡迎歡迎我的影片 我是Grayson 想到個YouTube頻道 再往上達的經驗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算是充滿免費的 接著把旁邊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接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了 另外這裡下面要說來 也能夠找到很多鏡票使用工具 首先如果大家想要提高影片剪輯的速度 那麼你一定要學會使用常用的快捷鍵 大家熟悉的快捷鍵有C是剪輯 V是選擇 這裏也告訴大家 我在平時剪輯影片的時候 最常使用的三個快捷鍵 能夠大大提高你影片剪輯效率 其實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時間軸 做我們剪輯的工具 例如說我想切除這個部分 我可以按住鍵盤上面 Cman或者Ctrl加K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創建一個剪輯點 然後把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再按住Cman或者Ctrl加K 又創建一個時間點 然後選擇這個區域 再選擇刪除 再點擊這個空白區域 再按住刪除 這樣我們就做出一個剪輯的步驟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更快速的方法 還在這起點做出一個剪輯點 按住Cman或者Ctrl加K 然後把時間軸移動到這個末點 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刪除 這個末點到這個起始點所有的部分 我就可以按住快捷鍵Q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不僅刪除了我剛才想要刪除的部分 同時在後面的影片片段 也自動連接到了前面的影片片段 非常的方便 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剪輯點 按住Cman或者Ctrl加K 然後把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再按住Q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那個部分就被刪除了 並且後面的片段也就自動連接到了前面的片段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這個剪輯點前面有個很大的空白區域 在這個空白區域裡面 我有看我的稿件 所以我在低頭 我需要刪除到這個部分 這個時候我會把時間軸移動到這裡 最前面 我使用另外一個快捷鍵W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是往後剪輯的 我起點到了終點 所有的部分都會被刪除 並且後面的片段也會自動連接到前面的片段 我再給大家展示一次 例如說我可以刪除這裡到這裡的所有部分 我可以在這裡創建一個剪輯點 然後把時間軸移動到前面 再按住W 這個時候可以看到 剛才那個部分就被去除掉了 並且後面的部分也都自動連接到了前面的部分 在影片結合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大片的空白我需要刪除 我就可以使用W這個快捷鍵 馬上就可以刪除 這樣後面的那一部分就被刪除掉了 非常的快速 大家使用這個方法去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 你會發現你的剪輯效率會有大大提高 如果想了解 更多關於Premium Pro剪輯影片的教程 可以去看到這個播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個贊 如果要了解 更多關於影片剪輯的內容 歡迎點我頻道 像我們共同的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能够找到很多進化的喜歡工具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